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各位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黃老師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在一起 今天黃老師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當一個人歸信Islam之後 在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看一段聖份 來自一位聖門弟子就是 Ibn al-Abbas radiallahu anhu 他們曾經聽聖人穆罕matullahi wabarakatuh 聖人說在五件事未發生之前 你好好珍惜另外五件事 哪五件事呢 第一件聖人說 在死亡之前好好利用你 珍惜你的生命 意思是一個人 在我們未到那一刻死亡的時候 在在生的時候 我們好好珍惜我們人生上的一切 照顧我們的健康 照顧我們的家人 或者照顧 盡量在今世內 我們盡量做好 我們所說的真珠阿拉遠離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 阿拉聖人說 在你未好繁忙之前好好利用你的空限 所以說我們日常生活 當我們有空限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好好充足利用時間 沒有等到我們繁忙的時候 我們甚麼都做不到 第三就是 在我們老年之前好好利用 我們的青年的時候 所以說一個人一路練習的時候 很多事已經做不到 所以說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盡量用我們的體力去做一切 真珠阿拉喜歡的事 跟著就是 在我們一個人 我們所說的 在你未到那個所說的 病到很嚴重的時候 好好珍惜你的健康 意思說在我們未到一個病的時候 在健康的時候 我們就好好珍惜 因為當一個人一產生這個病的時候 很多事已經做不到 所以說這個是聖人 因為是無限的所說的 在五樣東西教導我們 未發生我們要好好珍惜五樣東西 多謝大家今天分享 我是黃老師 Salaamu alaykum wa rahm wa rahm wa barakad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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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